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郑南荣纪念馆 那站在我身边的特别来宾 是华航空服员林欣宜 大家好 好那今天也是言论自由日 那为了纪念郑南荣先生 他在过去国民党 前置人民自由的威权年代里 他勇敢的创办杂志 批评时政 用行动力试图通过 当时的各种封锁 那最后呢却在1989年4月7日 在阻止警察攻坚的过程中 选择在自己创办的杂志社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地 自焚身亡了 那郑南荣先生 其实是我非常敬仰的社会运动家 他自己所创办的 自由时代杂志的封底 写了一句话 就深深的影响了我 为你撼论100%的言论自由 那他为台湾带来的民主自由 也深深的影响台湾的人民 那现在呢 我们身后的是 郑南荣当时自焚的现场 那大家可能知道的是 郑南荣当初是为了 争取100%言论自由 以及台湾独立 而选择自焚 可是我们今天 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三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没错 而且每一件都可能会翻转 你对南荣的刻板印象哦 很多人都知道 郑南荣是外省人 也知道他是任由 台湾独立的外省第二单 可是这样的说法 并不真的贴切 因为郑南荣的父亲 郑慕生 在1934年 来到台湾工作 娶了台湾妻子 生下郑南荣 在228事件之后 虽然郑慕生一家人 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十几年 但是一般的民众 还是把他视为外省人 幸亏当时有邻居的庇护 才躲过当时的激烈的冲突 所以你很难把郑慕生一家人 视为单纯的外省人 他比较先进我们现在 所讲的新住民 因为工作 因为婚姻 而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带给了我们新的挑战 与刺激 郑南荣长期在党外的角色进行批判 但他始终没有加入民进党 郑南荣先生长期鼓吹主党 在那个没有敢主党的年代 他鼓励党外的公职主党 甚至说他愿意成为第一批主党的烈士 但是在民进党组成之后 当时是主席的黄信介 致力于议会活动 搁置了最重要的统独议题 甚至企图与北京建立关系 他开始抨击民进党 脱离街头路线 后来甚至在民进党代表大会上 他发送台独的著作 希望民进党将台独列入党纲 可是被当时的朱高正喝斥 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郑南荣被打得头破血流 一直到滋魂之前 郑南荣先生始终没有加入民进党 当时郑南荣先生自焚的时候 台湾其实已经解研了 他是因为自由时代杂志上 所刊登的一篇许世凯 台湾新宪法草案 而以涉嫌叛乱的名义被传唤 当时台湾其实已经解研了 可是城市叛乱条例却没有被废除 他开始批评政府用城市叛乱条例 来限制台湾人民的自由 所以郑南荣先生选择在我现在的所在地 砸自射 自愁了71天 在警察上门逮捕之前 抢先一步自焚和身亡 30年前的今天郑南荣自焚身亡 30年后的我们回看这段历史 你觉得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起码呢 第一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来认识南荣这个人 要了解我们现在台湾人民所获得民主自由 其实是由前辈又神秘为我们争取而来的 第二 很多人觉得台湾已经拥有非常多的民主自由 其实一点都不需要改变 可是在我自身的经验里面 我们可以上街头游行 可以批评总统 可以批评市长 可是劳工却没有办法议论自己劳动条件的自由 可是我认为这其实明明也很需要改变啊 很多工人被强迫加班却不敢恨声 我自身的经验是我 为了过劳的运输业劳工主持了一场记者会 却被公司寄了一大货两小货 甚至差一点被解雇 我会认为我们离100%的言论自由 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啊 谢谢欣宜的分享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可以把奈隆的精神流传下去 像是鼓励着像欣宜这样子的人 或者是在这片土地上 仍然在生存 而且努力奋斗的所有的台湾人 那最后想要问大家 你是第一次听到奈隆吗 或者是你第一次听到奈隆的时候 你是几岁呢 那喜欢这支影片吗 帮我按喜欢 订阅跟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